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沃草的公民放送局 我叫韩国瑜 号称百年难得一线的政治奇才 高雄发大财 高雄发大财 第二集 我们要谈那个两度面临罢免的男人 去年高雄市长罢免案创下历史 同意罢免韩国瑜的票超过93万张 比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的89万张票还高 韩国瑜也正式成为台湾地方自治史上 首次被罢免的直辖市长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这其实不是他第一次遭到罢免 韩国瑜第一次被罢免 是在1994年由反核团体提出 当时行政院发函 请立法院解冻核四预算 过程中虽然反核团体不断抗争 但立法院预算委员会 仍将核四的预算解冻 并于7月 通过了8年1125亿的核四预算 反核团体为了抗议这群永和立委 针对台北县的韩国瑜 红秀柱 詹玉仁 林志佳 及台北市的魏雍 发起罢免运动 从提案到联署的过程 也都非常顺利 反核团体原本评估 罢免投票会跟当时12月的省长选举 一起举办 反核团体是信心满满 认为投票率 可以被省长选举带动 看似一切顺利 谁都不知道 即将发生一个令人跌破眼睛的重大变化 为保永核四立委 国民党二度启动临时修法 1994年10月 就在罢免投票胜不到两个月前 国民党针对选罢法 启动二次临时修法 因为罢免方的气势 真的是太旺了 当时国民党的立委 非常害怕会被罢免 所以紧急启动了修法 第一次修法 是主张罢免和选举是不同类型的投票 所以不能在同一天选 一定要分开举行 第二次修法 要将门槛提高成双二一制度 让原本只要三分之一同一票 多于不同一票的门槛 大幅提升成要有二分之一的人出来投票 而且其中同一票还要过半 罢免才算成功 国民党这次的临时修法 摆明就是冲着正举行到一半的反合罢免而来 大啦啦的进行政治干预 过程中 在野党纷纷已退席 缺席表达抗议 当时民进党立委林卓水就直言 国民党这次修法 就像是横柴入灶未成功 干脆把灶笔拆了 根本就是乱来 这次临时修法也创下恶力 二次的修法都是当天提案 当天就三读通过 罢免日期被改 门槛也变高 反合罢免宣告失败 原本罢免案 将以省长选举合并投票 不过中选会 却突然以新修的选拔法 驳回台北县选委会的公告 罢免被迫改期 与省长选举脱钩 门槛也大幅提高 当时中选会和今天不一样 还不是有法律明定保障 不应受干预的独立机关 原则上都是由国民党籍的内政部长兼任 将罢免改期的决定 也被质疑因人涉事 对提出罢免的一方十分不利 原本看似很有机会 成功地罢免韩国瑜 等永和立委的投票案 在国民党利用立法与行政夹杀下 情况急转直下 最终投票率只有两成多 没能跨过门槛 韩国瑜等永和栏尾 皆保住职位 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 韩国瑜的罢免票 却是这场罢免投票中 统一票数最多的 一共得到37万张票 至今仍是台湾罢免立委史上的最高票 双二一还不够 为保兰尾 国民党再修选罢法 转延20年过去 直到2014年 民间团体发起歌兰尾计划 再次出动国民党的敏感神经 这次提案以防卫之名 要求罢免除了签署之外 还要附上窃节书与身份证赢本 国民党这次修法套路 跟1994年完全一样 同样都是在民间提出罢免立委行动后 才突然提出要修法 也被解读成是反戈兰尾条款 不过这次国民党围在得寿 立法院委员会在民进党 台联党团联手的强力杯葛下 几乎全面停摆 在经过党团协商后 国民党团同意不处理反戈兰尾条款 修法宣告失败 罢免们看到底怎样好 这集我们回顾过去取得国会多数时期的国民党 为了保住党籍立委不被罢免 不惜动用全党之力 也要临时修法的事迹 这也造成台湾从1994年选拔法修法后 将近20年没有人可以成功启动罢免 直到2016年 民进党取得国会过半后 选拔法才得以再次修法 虽然双二一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灰烬 但关心台湾的我们 仍然在高低门槛之间 持续尝试最适合台湾需求的罢免制度 至于制度带来的动员与对决 是否能带给台湾政治正面的影响 也还要更多的案例来验证 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影片 记得留言让我们知道 也请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